晚上8時半,一名19歲的日本女流學生和她一名朋友在加拿大這邊的瀑布上游區域拍照 她坐在這裡,她坐在一旁邊 目擊者說,該名女流學生想轉身跨進來時,失足墮下尼亞加拉瀑布 尼亞加拉警方聯同消防部門和公園局警方 出動直升機和小艇,由昨晚開始直到今天繼續搜索 但仍然找不到她,相信她生還機會很渺茫 而整個跌下去的過程就被閉路電視拍下 雖然那裡昨晚發生失足意外,但今天的遊客仍然是樂意不絕 就算有告知牌警告遊客不要攀爬石坡 但很少遊客真的理會 有遊客表示,當局應該設置多些告示牌 警告遊客不要隨便攀爬 但另外也有人覺得這個是遊客自己的責任 警方已經通知本國日本領事館和失蹤者在日本的家人 但就沒有公布失蹤者的性命 另外,昨晚也有一名27歲的男子失足墮下10米深的尼亞加拉瀑布 她是三名違規進入尼亞加拉瀑布的男子之一 當時她被困在谷底,同伴報警求助 救出宋院時腳部和頭部受傷 警方表示將會提出相關檢控 也有在一段時間中